好啦 G4 來囉 那我們就直接先來測試一下我們的90度測試 90度測試 那我可以說就是我們的G4轉起來省力很多 因為可能是旋測比較大嗎 轉起來是輕鬆非常非常多 這種90度的極端的角度來調整 輕鬆非常非常多 那接著我們來看看肉軸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肉軸 嗯 也非常非常的扎實 真的是沒有什麼問題耶 OK 那我們的肉軸 也是非常非常的扎實 沒有什麼任何奇怪的晃動啊 問題啊 非常非常的扎實 那我們的肉軸 轉起來也是非常非常的輕鬆啦 那也沒有任何的一些微小晃動 我舊的上面這個肉軸的部分 有一點微小晃動 我不知道是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但是這個新的G4是沒有這個問題的啦 不知道是他們更新的版本 還是我舊的有問題 可能我就要送修之類的 那這個肉軸的部分也是非常滑順 然後也調整起來非常輕鬆 那這個肉軸的部分 調整起來也是非常輕鬆啊 而且沒有任何的微小晃動 因為我舊的G4 有一些奇怪的微小晃動 我不知道是我的故障嗎 還是怎麼樣 還是新的G4有更新 反正現在新的G4是沒有這個問題的啦 哇 然後這個 然後我們剛剛講的那個G3 這個小小pin的部分 那我剛剛講那個G3pin的部分會手卡卡 現在G4整個就是底座比較大 所以這個Pan的鎖的旋鈕是整個突出來的 所以整個調整是非常順手 輕鬆的不會手卡在裡面 然後很難轉這樣子 完美滑順的Pan啊 哇 好 我們先稍微做一個小結論啦 我們先稍微做一個小結論 如果你只想要挑 好 先稍微做一個小結論 這兩個版本真的是超級 G3跟G4真的沒有差太多 可能99%一模一樣吧 用起來也真的是一模一樣 你只要是旅遊想要輕巧的 你就買G3 我們先在這裡做一個小小的結論 反正G3G4真的是超級像 根本99%一模一樣 那你要挑選的話 就是如果你要旅遊輕巧的話 就行G3啦 那G4就是可能你真的是重量沒有限制 或者你有車啊還是幹嘛 G4就會調整 稍微輕鬆一點 整個大小也會大一點點 好的 我們先稍微做一個小結論 這個G3跟G4真的是超像 所以你如果真的是需要超級輕的重量 或者是這個高度有限制 你就直接選G3啦 我覺得大部分99%的人 應該都可以直接買這個G3 如果你要玩齒輪零台的部分 那G4呢就是調整稍微輕鬆一點 整體沉重大了一點 但是20公斤 你到底哪裡可以伸出20公斤 你要玩多大的底片相機 才可以有20公斤的器材 沒關係 反正就是